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免費訂閱、按讚、分享、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為我們的會員 說到潛水標或潛水概念的標 當然會想起努力是Samarina 海馬、Omega或IWC的Aquatimer等等 但其實有些比較高級潛水概念的標 在市面上現在價錢會很划算,非常值得留意 這款式我認為是Easy Diver Family裡面的 比較色彩繽紛的K10系列 其實是Roger Duby已經不出的潛水概念的標 其實整隻標可以讚賞或特別的地方都挺多 但當然玩的朋友不是太多 我亦可以預料,例如看這段影片的朋友 一定遠遠比上一段看努力士的朋友的影片 因為始終比較少眾 但我真的頗喜歡說這些標 因此說了一集努力士的東西 又忍不住回來說這些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Easy Diver有幾個不同的變種或亞種 由以前的Sport Activity開始 用RD57的機身 到2005年出的一堆這種K10 用RD14沒有秒針的Diver 亦有些有秒針用RD821的Diver 當然用RD14都可以有秒針 不只不過K10沒有 K10有些朋友當然不太熟悉 K11可能比較熟悉 但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系列 K10為何叫K10 因為它的發音有點像某些字 因此就這樣做 詳情可以上網看它的講解 Anyway 這支手錶其實是很值得欣賞 第一因為比較少 這個價位 這個檔次的手錶做高級潛水錶 第二就是非常多不同的材料 第三當然是機身 這麼漂亮用相 一個這麼漂亮的機身 來做潛水概念錶絕無僅忧 因此都是市場上值得說的一支 K10這種Easy Diver 在Sports Activity裡面的潛水概念錶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這支是紅色配橙色的夜光 戴上手當然是比較巨大 46mm的大小 因此當然它不是很變態 但你當它是一支Panel Y 再大一點的價錢 又或者再大一點的Size 又或者你當它是一支AP的Offshore 就差不多了 絕對不是一輩子錶 因此手碗細的朋友未必適合 但如果你追求是大錶粗礦的人 就適合了 這支手錶設定300米的防水 剛才說過46mm 用的材料亦相當特別 看見有碳纖紋的表面 Carbon Fiber 碳纖的側面的位置 即是脫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這是碳纖 殼上有些部份 這些部份用了Titanium 亦有用不鏽鋼 當然這些部份用不鏽鋼 這些部份用不鏽鋼 這些位置用不鏽鋼 旁邊這些位置用Titanium 和泰合金 紅色這塊是用鋁合金 做某些處理的做法 因此整個建築物料非常豐富 亦有現代感 有Carbon Fiber 比較貴 你買跑車 去到最頂尖的系列 都會給你兩塊Carbon 軚又給你Carbon 突顯乳別不同 硬正 運動味 因此整隻錶用這麼多Carbon Fiber 其實 突顯這隻運動錶是相當不錯的 表面也是很帥 橙色的夜光 配合這些字 你會看到K10的字 是閃得不得了 相信用白金去處理 而且非常帥 就是它內部的內部 裏面裏面裏面 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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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少少勞力士的做法 為何我覺得它做得好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刺 如果什麼都沒有就差一點 不停在寫著 K10 Easy Diver Easy Diver 相當不錯 一個可以計時的圈 不是很特別 當然是很帥的 RD14 日內亞印記 這個圈不是 日內亞印記那麼簡單 亦有給予很多很棒的東西 包括一個非常漂亮 簽名的金駝 用鵝頸眉調 來做調校 你看看旁邊的位置 Jerry的Polishing位置 是非常漂亮的 華仔道B 說做機心的確是一流 機心一流之外 外形亦這麼帥 相當不錯 這錶定價不是貴 12萬左右 有圓形和方形 K10 我覺得這支圓形少少的錶 比方形更漂亮 方形我認為 要來做Jazz Watch 就好像好一點 那麼運動的錶 就好像圓形 感覺比較剛強和英俊 這錶有沒有缺點 當然有 除了典型一般RD的帶 要剪帶和調校方便 如果適合就不錯 不適合有機會要剪短 這件比較麻煩之外 其餘這錶有兩種缺點 需要留意 第一 這個外圈沒有夜光 即是潛水概念錶 正常有顆夜光珠或什麼 沒有 功能上差了一節 第二 這條圈做高強度的拋光 其實不適合這隻 這麼大的運動錶 因此這條圈有機會比較花 用得多 如果用噴沙可能會好一點 Anyway 擦多一點它 有時候如果真的炎有點花 光有個好處 光靈面可以用拋光布擦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項要留意的 第二 就是它的夜光很漂亮 又好又不好 漂亮就是 橙色 藍瓜色 或者 棗紅色 實際上晚上看出來 會偏黃一點 這麼漂亮 為何會不好呢 不好在於它的 絕對有夜光 但它的光猛指數 絕對不及一般綠色 或者藍色的夜光 你會看得到 絕對沒有問題 但你要像整個電筒一樣 像Panel Y那些 整個六字、九字 那些針 看得很出色 一看來 旁邊的看器都看到幾點 這方面它就不行了 但要自己看時間 沒有問題 整體來說 我一隻相當不錯的手錶 不再推出了 二手價錢 可能是努力士一般 努力士潛水的一般 因此 有這麼漂亮的機心 定價都不便宜的手錶 這麼漂亮的面 這麼多物料 真的很可惜 Water to be 其實都是一個 二手幾底彎的牌子 因此有機會 如果看得到自己水的顏色 都可以留意不同的系列 而其中一個絕對就是 K10 Easy Diver 這隻Sport Activity 系列 多謝各位